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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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他能从楼月霜手中获得真正凝联魔猿的手段 他会直接杀了楼月霜 然后远走他乡 为叫婷效力 等他未来炼成了魔皇 叫婷又算什么 此刻他看见楼月霜真的在磐石姐弟这儿 心中只有更兴奋 这说明楼月霜得到的是真正的巫术传承 不然又怎么会和磐石姐弟在一起呢 别看教廷到处打击巫术 说巫术是一端邪术 事实上 教廷自己人也很清楚 远古巫族传承才是真正的巫上修炼法术 就连教廷礼教之根意义是巫族的传承 他现在就要带走磐石姐弟和楼月霜 至于莫无忌这个陌生青年 那自然是杀了 当伯罗金的目光落在了莫无忌身上时 他的眼睛立刻就直了 死死盯着莫无忌手中一张古旧沧桑的皮卷 这一刻他连身子都在颤抖 这 这 这是巫族的 巫术传承 莫无忌扬了扬手中皮卷 倒是没有隐瞒 没错 这是盘吉给我的 应该是巫族传承 巨大的幸福感直接冲澈了伯罗金的身体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细 抬手就要抓向莫无忌手中的皮卷 只是随即他就争住了 整个空间仿佛被凝固了一样 他被彻底禁过 根本动弹不得 莫无忌漫不经心将手中皮卷收了起来 他缓缓开口 其实你弄错了一点 楼月霜的修炼手段是我教的 和巫族的巫术还真没有关系 你说说看 为什么那个法主封路没来 按照他的贪婪程度 他应该是第一时间来这才对啊 我电教主来了 他正在陪着教主 无法分身 伯罗金感受到了背后的良意 作为一个魔师 他的见识比一般的民众要多得太多了 这种禁锢空间让他根本就动弹不得 甚至连教皇都办不到 只把外面的人杀了 带我一道去教廷 莫无忌声音平和 在伯罗金听来 却像是一道催命的符 伯罗金下意识动了下脚步 他更是震开地发现 自己果然能动了 而且他能移动的方向只有一个 留在外面那个教廷信徒之处 此时的伯罗金完全打消了逃走的念头 他很清楚 在莫无忌这般强者面前 想逃不过是个笑话 一丁极细的断刀 被伯罗金拔了出来 他半分考虑都没有 直接就是一刀 劈向了留在残破窑洞之外的那名男子 一声凄厉的惨叫 或者一道雪光溅了出来 楼月双尖叫一声 差点晕过去 倒是磐石节地表情平静 甚至还带着一丝隐隐的激动 尽管东魔教的教主 并不是经常来到梁国 但是梁国的教廷大殿 修建的仍旧比梁国的宫殿豪华得多 占地面积更是宽广无边 一条宽敞的白羽石板路 直通教廷大殿之中 此刻教廷大殿的正中间 坐着一名根本看不出年龄的男子 说他是青年 却又有种中年甚至老者的沧桑 说他是中年 他看起来似乎也没超过三十岁 唯一能表现他特征的 就是那长长的鹰沟鼻 在他的侧边坐着一名头戴高官的中年男子 表面看起来 他的身份应该比坐在正中间那名要高 但事实上 他在这鹰沟鼻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 因为这鹰沟鼻可是这颗星球上最具权力和实力的两个人之一 东摩教教主无垫 那头戴高官的男子 不过是梁国国主前志成 在梁国前志成的确高高在上 但在东摩教教主面前 他什么都不算 风怒发出 安静数学院距离这里似乎并不是很远 为何不罗金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坐在手座的教主 于气平静 一张黑脸的风露赶紧上前一躬到地 回教主 属下也不知道 要不属下马上过去查看 无垫淡淡的说 不用了 再等一会儿 另外 马上派人将磐石结地也给我带着来 这次 由我亲自申问 是 风露赶紧应声 他比谁都清楚 教主这平静的语气是有多么的可怕 越是平静就越说明教主愤怒 别说是杀他了 就算是血洗梁国 也不过是举手之间 没有人能违抗教主的命令 教主就是一切 只要是教主的话 就必须无条件执行 否则只有一个下场 死 尽管没有梁国国主 钱志成的事情 钱志成 依然是额头冷汗之貌 背后同样是冷嗖嗖的 他知道眼前这个教主 喜怒无常 让他梁国灭亡 也不过随口一句话而已 然而这大典中最害怕的 既不是钱志成 也不是封路 而是安静数学院的院长 顾成 他不是害怕自己的小命没了 而是害怕楼月双 不知好歹 真的离开了安静数学院 一旦楼月双离开 哪怕他被抓回来 安静数学院也一定完了 这教主的残忍 他可是听过的 顾成心里在期盼着楼月双 没有离开 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还没等封路离开大殿 一名教会信徒 急匆匆走到了大殿最下方 他跪倒在地说 回教主 刚刚火的消息 安静数学院的学生楼月双 已经离开了学院 现在去向不明 摩世大人已经追去 顾成文言双腿一软 他心里暗谈一声 天要灭他安静数学院 就算是他再祈求 那也没有作用 可以想象 楼月双私自离开 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果然 吴殿脸色一沉 语气冰寒的说 立即传我命令 学习安静数学院 一只楼椅也不要留下 顾成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跪倒在地 他想求情 却不知如何去求 一边的钱志成 一样是大惊失色 安静数学院 是梁国赖以生存的根基 一旦安静数学院被灭 他梁国距离灭亡 也不远了 此时哪怕再害怕 吴殿教主 钱志成也顾不得了 他赶紧冲出去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教主开恩 那楼椅霜 就算是离开了 安静数学院 他也走不远 我保证 我保证可以在 伴主乡之内 把他带到这来 吴殿面无表情 那你去吧 如果你不能及时 带了那个楼椅霜 你梁国也不用存在了 至于安静数学院 必须学习 你 你这个宝君 你不得好死 顾承在得知 安静数学院 不保之后 牙子于脸 他直接站起身来 指着吴殿 立一声恪骂 一名教徒 顿时冲上来 一脚把顾承 踹出老远 顾承扑在地上 又指着 钱志成 立声骂道 还有你 无能之辈 居然让一个 斜角掌控 我梁国国允 一旁的钱志成 脸上露出一丝羞愧 他可以让梁国富裕 但却无法阻止 教廷 在梁国的为非作戴 推出去 剥皮抽筋 他的家人 全部送去遨游点灯 安静数学院 所有的人 都剥皮抽筋 吴殿眼里 闪出了怒气 居然有不知死活之人 敢当面斥责他 虽然你的想法很拿紧 但总算有点鼓起 一个平静的声音 打断了吴殿的话 众人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 大殿中突然多出了几个人 说话的是名神川蓝山的青年 他的话似乎是对着顾承说的 教主 他就是罗月霜 还有磐石接地 还没出去的封路 立刻指着莫无忌身后的三人 以至于伯罗金都被他直接忽视了 吴殿看见莫无忌 眼光微微一缩 接着就把目光 落在了伯罗金身上 伯罗金作为一个魔师 自己的手下干将 他自然认识 他疑惑的是 伯罗金为何如此大胆 在进入教廷大殿之后 居然敢低着头 一言不发 就连刚才指出了 楼月霜和磐石接地的封路 也发现了伯罗金的部队 别看他每次外出都带着伯罗金 但是他很清楚 伯罗金心中的那丝野心 在之前 他甚至有些担心 伯罗金在得到了 楼月霜的功法后 会远走高飞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